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是虎山 台南的人的虎山 今天天气很好 想说出来走一走 因为最近因为肺炎的关系 大家也都没有出门 人多的地方也不太敢去 刚好今天天气很好 就想说出来走一走 就想到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 以前应该说常常骑车都会经过 那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路口 旁边有停好多摩托车 那摩托车当然停了好多 那可是望进去就是这样的树林 那我就想说奇怪 怎么那么多摩托车停在这边 是里面有秘密机会吗 还是会有一些 大家来求名牌之类的 后来再次好奇的驱使下 我就进来看看 哇里面就像非常原始的森林步道 那那这时间 下午时一点多哦 那大概到三四点以后 就会很多人来这边运动散步 那这边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在都市当中还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 你看 这培多走路比我还快 那其实对啦 最近也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大家很多地方也不能吃 那还好吗 大家还好吗 我在收看这支影片的大家 啊其实 最近肺炎的关系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比方说大家会囤积卫生纸啊 我是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大家要囤积卫生纸 对啊 包括外国也是 一听到肺炎更严重 疫情更严重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囤积卫生纸 是为什么呢 是听到疫情严重会想答辩吗 还是 我也不知道 那当然口罩也是一个问题 对啊 为什么 那口罩你真的有需要就要去买 那当然 尤其家里有长辈 有小孩的 还是你工作需要 这不得已 就要去买口罩备用 那但是没有必要去大量囤积或口网啊 因为我之前也遇到 就前一阵子嘛 遇到一些 老板上 就说 我买很多口罩去拿来 有可能用 用很久 问题是 如果你用不到的话 其实大客不必去囤积这么多口罩 因为口罩这种东西就留给有需要的人 那不然你留那么多口罩干嘛 你们两个把这回这奶罩嘛 这也不可能啊 诶 其实这边都有落叶 或者是果实凋落的声音 非常的漂亮 幽静 对 那其实我来这边散步 我还都蛮担心 会不会有那种蛇跑出来之类的 这边白天看起来很幽静 可是晚上应该是很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我晚上 大概晚上10点12点 会在外围 就是这边的外围 骑脚踏车 那脚踏车呢 你旁边看过去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一片的像森林 非常茂密的森林 那看进去也非常的阴暗恐怖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边骑脚踏车的时候 大概晚上11点多 10点多 晚上10点多再骑脚踏车 他就觉得都没有人 那旁边有一大天树林 然后风一吹啊 非常的恐怖 那就脚踏车就越骑 就觉得好像越重 脚踏车越骑越重 那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有点开始害怕起来 后来仔细人静想想 其实没什么 就刚好散坡而已 就散坡 那这里是仁德的那个湖山 其实说到仁德湖山这边 大家可能会比较 好像也许外地人 或者是不是在这一区的人 会比较陌生 那其实说的简单一点 大家都知道 奇美博物馆 就是在奇美博物馆的附近 车程大概三分钟五分钟而已 那这一带其实也非常的舒服 对啊 那今天刚好天气很好 来这边走一走 然后也跟大家顺便聊一聊 哇你看这边好多道哦 好多道哦 所以我想来这边运动的人 应该不只会走一条 大概会很多条 你看 非常的漂亮 对啊 那我今天刚好 来这边 运动一下 那刚好也透过影片 介绍给大家这个地方 那其实呢 刚好 呃 这支影片 算起来是我 拍YouTube以来的第十支影片 第十支 正式拍的第十支影片 那 当然我的观看的 订阅人数大概还在200多个人 那我也很高兴啦 那这200多个人当中 我推 我在猜想大概都是认识的 或是朋友 或者是一些学生 那也谢谢你们的订阅 那如果你有陌生人刚好是看到我的影片 那也谢谢你有订阅 或者是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的话 那也请你订阅我的 如果OK的话 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可以订阅一下 那其实 做影片就是好玩嘛 开心 那大家如果刚好 你今天有看到这支影片的话 你可以在留言底下留言给我 你可以跟我打个招呼 说你是 我的朋友呢 还是学生 还是 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然后来留言的 都非常欢迎 那 我要继续散步了 如果 下次你有经过这里 不妨 摩托车停下来 下次如果你刚好有经过这里 车子可以停一下 进来走一走 这里非常的舒服 而且你看哦 这个时间 外面是大太阳 可是你来到里面 非常的凉爽 非常的舒服 舒服 舒服 对对对 那 慢慢这样走 其实 也很舒服 那 一个朋友 好 跟朋友一起来 然后 或者是 自己来这边散步 OK 那 这个时间 人还没有很多 等一下 啊 我记得我上次来 是下午三四点 他说 哇 就好多人哦 认识的不认识的 大家擦肩而拖 就打个招呼 也蛮好的 对啊 那就这样子了 不要散步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刚好今天 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也非常欢迎你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 按下小铃铛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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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